機場裡滿滿人潮 櫃台大排長龍 端午連假許多人出國旅遊 旅客在登機門前 依序排隊上機 不過他們的班次 其實已經延誤將近兩個小時 要起飛的時候 然後可能發現有故障 然後機長可能要請我們轉換到另外一台飛機 訊號異常的飛機就停在停機坪上 等待人員做詳細檢查 原來這架飛機是預計在九號中午十二點四十五分 從高雄小港飛往東京成田的華航CI-126班次 沒想到準備起飛時卻突然傳出故障 而機上的旅客也被迫更換飛機 飛機故障然後還飛的話將會更危險 所以我覺得換飛機其實滿好的 華航則表示班機在地面滑行時 疑似出現異常訊號 為了確保飛航安全 在跑道上熄火後慢慢滑行 返回停機坪等待檢查 起飛前臨時喊停 緊急調派另一架飛機支援 讓一旁咖啡廳裡看飛機的民眾很好奇 只是很好奇 現在會遇到看到一個飛機 突然在行徑當中就殺起來 然後沒有往上飛這樣子 飛機從這邊一飛 飛行那個聲音本來很響亮 一下子聲音就減弱了 減弱它就滑行 慢慢就滑行就熄火了 停在那一邊 有很大的煙霧就對了 對對對 停在那裡的煙霧還很大 最後班次總算在下午2點33分 順利起飛 而這是今天華航在小港機場 最後一架飛往成田的班次 只有這航班的旅客會受到影響 乘客等了將近兩個小時 旅遊計畫雖然被打亂 不過飛行安全還是最重要 TVBS新聞趙麗徐一頓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